中文字幕——YK 金光瑶她原名孟瑶 她是一个性格十分能隐忍 足智多谋 她会常以微笑使人 表面上看起来很温柔 但是实际啊 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心狠手辣的一个人 灵魂长存 算是八面玲珑 然后什么场合都要见过 然后什么话她其实都有说过 但是呢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 她还抱着一个特别善良跟赤诚的心 我是家长 誓死不离开 云神不知处 压力挺大的 所以就特别想把这个角色演得特别好 更希望呢就是 每人看到我饰演的阿瑶 呈现出来的阿瑶 是大家觉得 嗯 金光瑶本有 就是还原角色压力 因为我饰演的这个角色蓝锡辰 她是世家颜值排行第一名嘛 我真的是有尊重这个角色 希望能呈现出他们心中所想的一个蓝锡辰 俗话说嘛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但是在我心里面阿瑶真的是一个特别可怜的人 十分十分地心疼她 海宽老师就是一个特别儒雅 然后特别本蓝锡辰的一个人 比如说个笑话什么的 就是我会不行了都已经笑开心 她就冷却一下 嗯 蓝锡辰她温柔其实我觉得跟我还算像 但有一点特别不像 因为她的温柔是那种热情阳光 相对开朗一点 但我的这种温柔就是有一点会慢热 我去见她的一场戏 就特别有默契 然后两个人的眼神就有对到 然后能搭上来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拍长镜头 就一镜到底那种 有一场特别好 就是我跟忘记说除水碎的事情 从我出舒服的门开始 然后跟忘记就开始演 然后走到长廊 然后走到大门 然后再走回来 那场拍得特别开心 两条就过了 祝陈情令 大麦大麦大大麦 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提前解锁更多剧透 我是喜飞心 在陈情令中饰演精灵 我是郑凡兴 在陈情令中饰演蓝四追 我是郭成 在陈情令中饰演 最皮的蓝景仪 蓝景仪这个角色 就是特别爱犯错 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 我就讨厌 然后我喜欢的事情 我就特别喜欢 我就是把所有情绪都挂在脸上 精灵的话是出生于蓝灵的精士 傲娇大小姐 这五个字也是概括了她 整个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性格 四追呢是一个特别幸运 特别乖巧 挺让我心疼的一个人物 我跟四追其实就是 我在外面闯祸 但是我心里有底 因为有她帮我拖底 然后我跟精灵的关系 是那种相爱相杀 平时爱伴嘴 但是在危急时刻 我还是关心她的 因为我们也是好朋友 陈情令的话是在夏天拍的 我们都要穿着很厚的古装的衣服 承受就是夏天这份热 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被五天女打到地上 让我很出动累一点的是 四追有一场 认出了魏无羡 就是魏前辈 然后呢 回忆小时候的事情 试完戏之后 我就去买了原著 看剧本 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理解 来塑造一个景仪 努力做到大家眼中的那个景仪 我觉得剧演你自己认为的那一个 用心对待每一场戏 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表情 陈情令真的是一个非常良心的 大制作的电视剧 所以希望大家也要多多支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斌 在陈情令里面饰演的是温宁 大家好 我是孟子毅 我在剧中饰演温情 我觉得她的性格特点的话 是有一些软弱 善良 然后平时说话的感觉 那种唯唯诺诺的 对不起 定格里面还带几分自卑 胆怯 为什么 姐 我什么都没有跟男人说 懂得感恩的一个人 如果你以后还这样不听话 你就不用出去了 就在房间里给我好好待着 她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冷冰冰的女孩子 但是却内心非常的重情重义 其实我接到这个角色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准确还原 我爱你啊 其实不只是先想单古装来说都是我的第一次 曾经有过一次出过四个小时的状 其实我有算过我的现代啊或是古装都是一个半小时 我弟弟就是温宁 性格特别好 然后他可能会就是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 在我就是做傀儡 就是打架还有狂暴的时候 还有受伤 叫我去说 对吧 对 我先说 对 闻 我再试试 我先说 我先说 真吴 你是 我先说 真吴 你 你 能用心的一部诚意制作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